吴总早 找什么话呀 咨询呀 看看这个年龄的姑娘 怎么都不好 你要想咨询 下班以后随便 这是上班时间 当然是给你咨询了 小老板 你现在遇见的可是强劲的对手 千万别再像以前那样 随随背面插颗打我 你要是这个样子 是想念早晚跟别人跑 害跑跑 你说真的 龚总 有什么安请发问 我想问 怎么样才能追回我的女朋友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个龚总的意思 对 他就是这个意思 龚总 你还怕追不到女孩啊 你说的那个女孩 是什么样类型的 正常人应该 没有不喜欢龚总的吧 对 他不是正常人 我觉得追女孩最重要的 就是花点心思 龚总 你该不会没有谈过恋爱 没哄女孩开心过吧 心思 哄 你们告诉我 他最想要什么 龚总 其实女孩子呢 他都喜欢浪漫一点的 送花呀 还有 煮个晚餐 还有那种 他上学的时候 喜欢的 礼品店的小礼品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那个明天午饭我请 倩初 咱们来这干嘛 你病刚好 我就正好来看看你 不用给我什么礼物 你不用想那么多 就当 随便给你买个小礼物 这边 好 你看这个 可爱吗 真不用给我什么 就当是 生日礼物 我 今天又不是我生日 错过了你那么多年的生日 今天就先还一个 小念 你看这个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 这颜色也好看 西部黄 还是算了 其实我想送你的 是一颗水晶球 水晶球 就是你以前送我的那个 那个 那个不小心被打坏了 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但是我想 既然我们还有机会走到一起 就一定可以找到 倩初 那个水晶球 记忆都能找回来的 相信我 这都是些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啊 这都是些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啊 我找到了 小念 买下来吧 还是算了吧 为什么 过去的就让它留在回印里吧 这个 留给别人 过 公欧 小念 公欧 你等等 公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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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跟你亲子 你跟他嫁人 站住 我 想到 Ho ako 可以 公欧 公欧 交给你 结局 开 让小念想去哪里是他的罪 Final 也省得这个男人 时时刻刻都装作一副 很深情的样子 龚总一向变口丽词 不知道平时是不是已经习惯了这样语出声 以前我不知道也就算了 但是既然今天我站在这儿 就不能让小念白白受这样的问题 龚龙 小念不是你的下属 更不是你的副属役 他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让他这样承受你的重伤 你的讽刺和你的不尊重 如果这就是你的态度 那很抱歉 我们祝福封面 小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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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 怎 怎么了呀 经销商答备的资料都在找我 是吗 好 别让我问第二遍 谁在这儿 接下来一个月的工作安排一下 做一份工作计划调给我 一个月的啊 没问题小老板 那我现在去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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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